王董想要呈现的 应该是每个人心里 都有一个梦长的家 可以给你温暖 安心休息 跟最爱的人 一起养儿育女 过着幸福的生活 这个家想要传达的 就是这样平凡 踏实的幸福感 对 就是这个样子 就是这个样子 楚小姐 你是这次专案的负责人 所有企划都要经过你 你觉得呢 我觉得幸福感 不在乎空间 是在乎住在里面的人 所以王董才强调 这次的案子 主打的是小夫妻拥有的幸福感 应该是由两个人 一起共同打造这样的观念 王大树 你现在是存心要找我麻烦吗 对 但是要有爱才能成为夫妻 没有爱的家 就是一个名不符实的空壳子 楚之河 你有必要这样糟蹋我吗 所以你说的爱该如何培养 家是一起努力的目标 两个人扎扎实实地 为共同的信仰奋斗 每天存点钱就能够负担起自己的房子 每天就离梦想更近一点 不是吗 那么虚假传统的想法 你觉得客户会相信吗 我觉得之河的感性浪漫 与王策划的勤奋务实 应该在下一次的计划案 可以达到很好的平衡 答对先来决定代言人 安琪 待会儿的用休息时间 准备提下人选 好 抱歉 我只是想跟你说 对不起 有什么好对不起的 之前我一直计划着跟你生孩子 完全没故意到你的感受 我以为有了小孩 这个家就多一份伤心力 是我太一向情愿了 没关系啦 都过去了 那我会刚刚会议上的 针锋相对道歉 你是对的 公司分明吗 我就是公司不分明 看着你 看到你手上的戒指 我就很难公司分明 忘记了 怎么了 跑不掉 跑不掉 我帮你 小心 来点 来这里 对不起 抱歉 抱歉 你 抱歉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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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优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